台灣羽球史上第一面的奧運金牌 林洋沛寫下歷史 這一路走來並不容易 臉書上透露失望 在冬奧小組賽輸掉了第一場比賽 林洋沛就在淘汰邊緣 沒想到之後卻一路狂勝 最後拿下金牌 兩人不約而同 都在IG線動上發文 這不是夢吧 其實林洋沛開始合作 也不過從2019年開始 其實因為我們 從國中一直到現在 都是一起 就是不管是當同學 或者是一起比賽 或者是當對手 其實我們都是非常了解彼此 所以其實在場上的時候 我們也是比較 也知道自己彼此在幹嘛 所以其實也不用說太 就是有問題出來的時候 我們就是當下就馬上去溝通 兩個人雖然是國中同學 不過羽球之路是天差地遠 國二 林洋轉進中山國中時 王清林已經是校隊主將 高中後王清林直接升上甲組 李洋則是努力練習 依舊無法擠進 連父親都要他好好專注學業 一直到進入北上的第二個學期 他才在青少年國手選拔賽中拿下冠軍 在2018年底追上了王麒麟 兩個人成為校友 在2019年開始搭檔 當然是精神支柱的角色比較多 然後他在成熟度方面也是當然是他 因為我就比較 你看我剪這個頭就比較屁孩一點嘛 對吧 然後在場上我也是比較情緒 比較容易緊張或是緊繃 所以他會比較多擔當那種精神支柱啊 然後或是跟我講 然後是安撫的角色 應該吧 沒有人會自己想說 自己 我比較成熟 我覺得應該 可能因為我年比較小的時候一直輸吧 就會覺得說 然後這些事情都是很值得被珍惜的 每一件能夠到這邊的人都很幸運 王麒麟外向活潑負責進攻 李楊冷靜理性負責組織 兩個人的個性球技互補 成功奪下奧運金牌 華語新聞新聞 江博偉 黃銘誠 台北報導 請訂閱按讚 分享華語新聞YouTube頻道 並開啟小鈴鐺 即使掌握全球時事與最新趨勢